另外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 连接黑龙江牡丹江与加木斯的母家高铁 昨天开始发售车票 并将于12月6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通运营 届时哈尔滨牡丹江加木斯3D将会构成高铁环线 我国东北地区高速铁路网将进一步完善 母家高铁自2017年9月开工建设 线路南起牡丹江市 景基西市七台河市 双压山市中至加木斯市 全长372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与既有哈姆高铁哈加铁路 共同构成黑龙江省东部高铁环线 进一步完善了东北地区路网结构 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由于母家高铁线路穿越长白山之脉 全线地处高寒地区 动胀血害多发 施工难度较大 为此建设者不断创新攻克地质灾害难关 成功贯通了黑龙江省内 最长的七星峰隧道和 高瓦斯风险隧道 麻山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 母家高铁开通运营后 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18对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等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